大家好,我是超子 您知道炒青菜怎么做,好吃又好看吗? 为什么自己炒的青菜,不脆,还总出水呢?今天我来教你技巧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油菜,或者上海青,也可以用其他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先把油菜的叶子一片一片摘下来 它的根部,藏有很多泥土,最好是摘下来,一片一片的清洗 摘好的油菜,放在大盆中,加入清水,散布清洗两遍,彻底洗净 洗至水,不发昏为止,洗好以后,控水备用 水分一定要提前控干,不然做出来水鸟巴汤的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下小料,撕里打蒜,趁其不备,排银躲碎 不能吃辣的同学,放两个小米了,锻炼一下,切成小圈 切好以后,一同放入碗中 炒青菜,好吃的关键,离不开猪大油,或者油渣 这个油渣,是熬猪油时,剩下的,放到冰箱冷冻储存 炒青菜时,放一点味道而熬香,起锅,开火,放一点猪油 再放一点葱油,二油合一,炒出来会更香 炒青菜,好吃的秘诀,第一点就是油要多 放入准备好的油渣,在锅中,简单煸炒两下 然后放入蒜末,小米辣,煸炒出香味 锅内温度升高以后,放入准备好的青菜,全程开大锅翻炒 炒青菜时,记住这三点,油要多,油温要高,火要大 期间可以盐锅边,碰入一点清水,这样可以防止把青菜炒糊 而且水,经过高温蒸发,变成水蒸汽,产生物理现象,炒的青菜更加脆绿 开大盒把青菜炒至断生,炒至垂头丧气 前期先不要放盐,放盐太早会出水,断生以后再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一点白糖,提鲜,中和味道 继续简单翻炒拔来两下,使调料全部化开,放入一点蚝油,代替鸡精,体现体味 继续开启高速旋转模式,炒青菜要的是原色,是不需要放酱油的 出锅之前,拎上雨葱油,皮色提味,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一道看似简单,其实很讲究的炒青菜就做好了 币绿脆爽,闲香下饭,学费的同学,点完赞,赶紧东西出来,舍作一下吧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下期视频见,拜拜